只要延安还有人没有走 我毛泽东就不走 你们劝也没用 我毛泽东就是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 毛奖派胡宗男帅25万大军 对延安发起进攻 大军压境 所有人都在劝毛主席赶紧撤离出延安 但毛主席的态度却很坚决 不顾他人劝阻 一定要最后一个再走 毛主席当然不是在赌气 而是心里已经有了应对之局 会是什么呢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3月11日 胡宗男派出轰炸机 对延安等地进行狂轰滥炸 延安的大部分百姓 基本都已经撤退到了延安城外 此时 大家都能依稀听的轻敌军的枪炮声 尽管大军压境 形势非常危急 但我党的各个机关单位和老百姓都丝毫不乱 有条不紊的撤退 延安也马上成为一座空城 就在大家积极撤退的时候 毛主席却没有一点要撤离的意思 他还如往常那样边抽嘴烟边批阅文件